大家好我是千娘子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 黑棋 或许我的老友会在里面 进去看看吧 好 两个人 那边还有一个 我没有看到 该没差吧 会不会从这里穿过去 哦不是耶就是一般的躲藏点而已 可恶那两只 稍微躲一下 你要帮他躲 好 我等一下我要去帮忙才行 不染他 干里 好 。 你快走 快救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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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你 Mary? Mary,是我,Edward Edward? 誰是這個? 沒關係,Anne 他是朋友 什麼事跟Mary? 她病 和兒子她 他們帶她 沒想到哪裡 我認識她的女人 但我們必須靜靜 你能走嗎? 他們不認識阿德嗎? 應該認識才對阿 唉唷,傳下去 有人要來搜查了 女生 何或是 好害怕 招臉 對呀 抱起來 剛剛就應該要抱起來 不要 還是沒有辦法嗎 don't die on my account go this is such pain in the ass damn it you should have been the one to outlast me I've done my part but you if you came with me I could Mary 不 好痛喔 哪裡要死了 應該有新的資料貨 看一下 斯蒂德邦尼特 生於1688年貝卡拉多 足於1720年貝卡萊羅塔 你看從這裡開始吧 在斯蒂德差不多29歲生日的時候 他的不安開始轉變 他發現已婚這件事帶來更多的不安 同時也導致他的精神錯亂 斯蒂德當下的決定 這是實現夢想的時候了 他利用可觀的財富購買或造了一艘 玩蝙蝠 甚至連女傭連衣裙都有 在1717年底 他的船終於坐好了 他告別的妻子 與其他的孩子 向北邊出航 希望能在數個月內 抵達英國殖民地 從此他再也沒有見到他的家人 現在他以愛德華船長知名航行 邦尼特在西印度群島尋找他的第一個獎賞 他看中了一艘西班牙戰艦 他的船員愚蠢地鼓勵他進行攻擊 在短暫地交往後 近乎半數的船員非死即傷 神奇的是 復仇後居然逃脫了西班牙戰船的追捕 邦尼特下令船員航行到 一個他知道唯一能逃脫追捕的地方 拿鎖 這裡正是惡名昭昭的海盜共和國 斯蒂德很快就與生命囊急 自稱為黑鬍子的薩奇船長成為朋友 斯蒂德說服斯蒂德交出復仇號的控制權 斯蒂德很開心地接受了 兩個不太可能合作的夥伴 一同航行數月 直到黑鬍子看到一艘更適合自己野心的船 安妮女王復仇號 在斯蒂德的復仇號加入他的船隊一段時間後 黑鬍子突然將復仇號排除在他的船隊名單之外 邦尼特在自踏上追尋自我前途的道路 邦尼特相信自己在黑鬍子的指導下 已經學到了所有事情 因此他打算到丹麥的聖托馬斯島 希望能夠接一些撕虐者的生意來做 但他的船員卻一心之想當海盜 因此只要在路上看到其他的船 他們二話不說就會直接攻擊 魯莽的行動也導致他們在北卡羅蕾娜的恐怖角被逮捕 剛剛我的做法一樣看到船就打 在審判期間無數證人指出 即使遭到施蒂德劫略 他仍保持良好的身智風度 但這無際於對施蒂德的審判 在一次拙劣的瑞玉行動失敗後 施蒂德終於在1718年12月上了腳星台 當筷子手將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時 他流下了眼淚祈求憐憫 雖然這個景象也讓不少人感動 但也無盡於事 紳士海盜就這麼失去了 查爾斯范恩 足於1721年雅麥加 所以我要見的老友就是他們兩個 之前是看到 這裡吧 當武德斯羅傑斯總督於1718年夏天抵達納索 並對當地自由生活的海盜 提出了國王的赦免令 犯案是屬於激烈反對遭降的那一派 當他寫了一封強烈的抗議信給羅傑斯後 范恩跟他的同伙送了一艘著火的船 衝撞總督設在海上的封鎖線 並趁機逃出拿索的港口 在未來的幾個月 這些無家可規的西班牙海盜航行道巴哈馬 試著在一處海灣洞穴旁重建據點 在1718年11月 范恩往北航行到卡羅萊納與愛德薩奇會面 希望能說服他的老朋友重新加入舊團隊 並且把拿索從英國手中搶回來 當薩奇拒絕他後 范恩幾乎失去了所有希望 幾週後范恩航行回到了新印度群島 正巧有一艘法國帆船路過他的航線 范恩突然有了主意 所以犯過那艘船 但這個決定激怒了他的船員 尤其是早已不滿范恩獨裁的白衣傑克瑞克漢 在范恩拒絕攻擊後不久 瑞克漢就帶著一些對他忠誠的船員反叛范恩 並將他丟到一艘小船上任其漂流 幾個星期後 范恩發現自己漂到古巴南端的某處小島 孤立無緣 他在那邊獨處了好一段時間 雖然有人認為他應該已經接觸過 經常在這個地區捕魚的漁夫 不過因為不知名的原因 范恩仍留在島上 直到他看到了一艘英國船艦經過 對范恩而言最不幸的就是 這艘英國船的船長認出他是惡名招戰海盜的身份 拒絕讓他登船 幾個星期後 這時范恩真的束手無策了 最後終於有另一艘英國船艦經過 而范恩也順利登船 他盡力保持不讓自己的身份被發現 但命運是殘酷的 之前那艘英國船的船長突然也出現在這艘船上 在海上數天以後 他發現范恩在這艘船上 他立即告知第二艘船的船長 范恩馬上因此被拘捕 並被押送到金士頓審訊 不對啊 范恩不是被我殺了嗎 在1721年初被處決之前 他有將近一年的時間被囚禁在監獄中 曾經呼風喚雨一入就能驚動天地的男人 就這樣死在悲劇性的命運之下 我根本不知道老友在哪裡 我要什麼拜訪啊 哇 雲南注意了 喔 原來那個人是阿塔敗喔 哎呀 到底哪裡 你們 我們 何故事与玫瑰 何故事与玫瑰 她逃避了 我知,我知,我知... 不,我知... 你還沒有得到這個,但是... 他們適合你 他們適合你 你很幸運,Edward,可以嗎? 你很幸運,Edward,可以嗎? 我好難過 巴黎 他開始喝酒了 打擊太大了,朋友都死光了 你會做到這件事嗎? 你會做到這件事嗎? 在你的年紀,你不可以成功 我做到一五個月 因為你很好的,Edward,看到嗎? 好好的,是你的病 那是我的獎,Robert 我給你來吧 好可惡 好可惡 我怎麽會在這遇到勝者 這個大概是那個喝酒之後的幻想 好感人 是個世界滿的多個多個王者 比所有王者和王者 將我們推動 我們有提特意的 我們我們享受 不感人 也是 感人和華人 我們能夠力而這種 哪有能源 能夠選出先為老人 因為我把手滾過了 我和被趕低了 我把它堅持 你就得越好 比武宅 比武器 跟老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多尸体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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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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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